成长的路途上总是变化多端 有这样一个年龄 它是青年和成年的分界线 也是追寻梦想的起点 今年我十八岁了 十三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起了相机 记录下了学校的夕阳 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能把最好看的景色记录下来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这五年来 我不断从拍摄中得到乐趣 还从他人的肯定中得到满足 但是不知为何 我渐渐地失去了动力 看着过去的作品 我总感觉有些不完整 我胆怯自己的创造力挺之不前 我在寻找 一个瞬间 一个画面 一个能激发我灵感的地方 于是 我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 北纬65度 一个冰与火共存的岛屿 午夜 在这片空无一人的大地上 并是点缀着黑色的沙滩 冷风朝我呼啸着 一眼望去 只有没落下的太阳 和远处静谧的冰川 松软的台原 让我觉得这片土地 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一切都太平静了 我感觉这里是地球的边缘 人类文明的界限 月球不再升到头顶 午夜也不再是黑暗 这比我想象中的更宏大 更疯狂 那一刻我明白了 这个旅途不仅仅是相机 记录下了什么画面 更多的是 我经历了这里的风雨 铭记了路途的景致 我无一不把当时的欢乐 兴奋和汗水 一一记录在我的相片里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 不再陌生 我的生涯也因此不同 这是我的故事 你的呢 座星人